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中共至今有12任黨魁 陳獨秀 瞿秋白 向中發 情邦憲 張文天 毛泽东 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胡锦涛之前的时任中共党魁 最后结局都不好 包括毛泽东 毛死后不到一个月 他的妻子江青就被华国锋 毛选定的接班人下令抓捕 后被当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毛因此成了反革命家属 到了胡锦涛 2022年10月22日 退休10年 已是80岁高龄的他 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 被现任中共党魁下令强行嫁出会场 从此成为中共政坛的过客 回顾胡锦涛走过的路 他最后落得这样的结局 也是有前因的 今天我们就根据海内外的公开报道 来说一说这件事 十年文革结束后 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 成为第二代中共领导核心 邓当政期间 先后废掉三任中共党魁 华国锋 胡耀邦 赵紫阳 1989年邓小平制造天安门屠杀后 在中共元老陈云 李先念等的推荐下 经邓小平同意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 成为中共党魁 仍然留了后手 除了安排清姓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监控江之外 还隔代指定胡锦涛做江的接班人 胡锦涛为什么被邓小平选中呢 首先 他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推荐的人 宋平是邓小平的政治盟友 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后 已经72岁的宋平被邓任命为 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宋平是胡锦涛的清华大学校友 也是胡锦涛在甘肃工作时的老领导 宋平从甘肃省委书记调到北京后 将胡锦涛调任团中央书记 之后 胡锦涛在宋平的关照下步步高升 另外 胡锦涛镇压拉萨抗议事件 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 1989年3月5号到6号 拉萨爆发流血冲突 3月7号 国务院宣布在拉萨实施戒严 当时胡锦涛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忠实执行了戒严令 有报道称 戒严过程中 拉萨居民有387人死亡 721人受伤 2100人被拘留 1989年3月西藏的戒严 是1989年6月北京戒严的预言 北京的戒严 邓小平是总导演 西藏的戒严 胡锦涛是现场最高指挥官 胡锦涛在西藏的铁腕镇压 或被邓认为胡勘当大任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 以江泽民、曾庆红为首的江派 成为左右中共政坛最重要的一个派系 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 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胡锦涛 总算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不过 胡的地位很尴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989年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 邓小平把他数为新的中共中央核心 要求全党团结在以江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而2002年十六大结束后 江泽民接见十六大代表时 没有封胡锦涛为中共中央核心 而是讲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胡锦涛担任总书记十年 中共中央文件 中央领导讲话 党媒报道等 一直在重复江泽民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说法 中共中央的核心只有一个 胡锦涛不是核心 谁是核心了 自然是江泽民了 所以 在胡锦涛当政的十年里 江不管在位还是退休了 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核心 江是个把权势看得高于一切的人 有江核心在 胡锦涛只能当傀儡了 2002年十六大召开时 江泽民以76岁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以13年 担任国家主席以10年 有港媒报道说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曾做出江泽民在十六大上 党政军三个最高职务全退的决定 但是 到了十六大开会时 却出了意外 据香港曾明月刊报道 2002年11月13日 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搞突然袭击 提出由20名主席团成员 全部为军队高级将领联署的特别动议 建议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张万年还逼胡锦涛当场表态 报道说 会场里鸦雀无声 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大家都知道 胡锦涛要不同意 当时就可能被军人带走软禁起来 当贯小媳妇的胡锦涛会怎么表态 早已在意料之中了 他小声地说 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 郭伯雄 曹刚川等20人的提议 他想笑一笑 表示自己很高兴 可是 去在场的人说 那表情比哭还难看 2002年至2004年 江泽民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 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2004年 他终于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 辞去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接任 不过 江的两个亲信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此后仍一直秉承江的旨意形势 中共历来信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枪杆子在江手上 胡锦涛就被架空了 江泽民在十六大上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 将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增加到九人 九名十六届常委中 除胡锦涛 温家宝外 吴邦国 贾庆林 曾庆红 黄菊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七人 都是江泽民的亲信 曾庆红在十七大上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 中共政治局常委仍然是九人 除胡锦涛 温家宝 李克强外 吴邦国 贾庆林 李长春 贺国强 周永康等五人 都是江曾的亲信 习近平是江曾选的接班人 这样 胡锦涛任中共党魁的十年里 中共政治局常委中 江曾的亲信一直占多数 而且 掌管刀把子的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周永康都是江的亲信 胡锦涛手中既没有枪杆子 也没有刀把子 那中共的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谁说了算 党政军最高层最关键的职位 都是江曾的亲信担任 所以 自然江曾说了算 胡锦涛只能当傀儡了 这十年 胡锦涛还延续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包括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2012年11月 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开 胡锦涛一次性的将他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移交给习近平 次年3月 召开的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 胡锦涛将他担任的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习近平 2022年10月22日 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 在外国记者的摄像头前 发生了令全世界惊异的一幕 作为二十大主席团常委 胡锦涛正在查看桌上的文件 其中第一页为选举监票人总监票人名单 名单下方另有三份文件 最底下的一份是二十大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坐在胡锦涛左侧的栗战书 先将名单等文件压到红色选票夹下 后将文件从胡锦涛面前抽走 这些动作引起胡锦涛右侧的习近平注意 在习近平示意后 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秘书局局长孔少逊连忙赶过来 习对他耳语的急剧 之后一个戴口罩的黑衣人也赶过来 习指着文件对黑衣人交代了约二十秒后 黑衣人试图将胡锦涛带走 胡明显不愿意 黑衣人将双手伸到胡的腋下 想抱起胡为国 胡反而伸手去拿习桌上的文件 被习用手押住 黑衣人转而语胡而语 并数次尝试抱起胡 胡不得不起身 但仍未立刻离开 且多次试图坐下 这时栗战书将胡锦涛的文件 放在选票夹下 从后面交给黑衣人 胡锦涛伸手去取黑衣人手中的文件 为国 最后 黑衣人和孔绍逊一左一右将胡驾离会场 由于胡锦涛被驾离二十大会场的画面 被在场的外国记者拍摄到 这些视频很快疯传全世界 在海外引发强烈反响 胡锦涛是前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是现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习如此对待胡 令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第一 我们刚才说了 胡当政十年 做了江曾的傀儡十年 并不是实权在握的最高领导人 第二 二十大时 胡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 退休十年了 对习的权力不构成任何威胁 第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 胡有恩于习 在中共十八大上 胡一次性将最高权力移交给习 在习第一任期以反腐打虎为名 将实际掌控在江曾手上的最高权力 夺到手的过程中 胡是支持习的 但是 习却毫不留情地下令 将胡架出了二十大会场 这说明 胡锦涛的政治影奖励已变得微乎起微 以胡为代表的共青团派被习团灭 中共政治又回到一个党 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的极权时代 胡锦涛当政十年 当得窝囊 退休十年后 又当着全体中共二十大代表的面 被羞辱 为什么呢 中共就是一部 在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的 斗争哲学支配下的绞肉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